这两样东西呢 它也是同一类产品来的 所以它也是一样 不会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你用一个就够了 第三个 用完面膜 要不要洗脸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非常多人都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也不懂 到底要听哪一个答案才是最正确的 第五个 很多男生都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皮肤油就是缺水嘛 护肤品呢 不是越上越多就越好的 护肤品呢 不是讲你买越贵 越多就是越好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 你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啊 虽然也没讲很神奇啦 就是我会拿我的眼睛 这样子撑着我的头发 头发就不会 一直掉下来 我就不会吃到我眼睛了 我就被我朋友讲 只有大马会这样子做 我就算是大马也是一个时尚的大马嘛 所以我今天就会以这个look来给你们分享 护肤你不知道的事 虽然之前就有做过一些视频是 关于商家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 然后里面有一些护肤的问题 就收到了蛮多的回应 就是蛮多人感兴趣的 哎呀 给我问子定了 疯了 今天呢 我就再整理了一集 就是完全关于一些护肤的一些 护肤的一些护肤跟知识 来给你们分享给你们知道 虽然我今天是有点大马龙 可是我真的是喜欢看我视频的人 都可以变漂亮 第一个精华 就是serium 如果你是有钱乱买serium的话 混产啊 但是serium呢 是不能乱乱叠加在一起用的 如果你有两瓶serium 它是不同功效的话 你不要以为它是可以叠在一起使用的 叠加精华来使用的话 它是达不到1加1等于2的效果 就像我之前讲的 你不可能穿了一条内裤 再穿多一条内裤 再穿两条裤子 再穿两件衣服 这样子的对没有? 热死你对没有? 其实就是同一个道理来的 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跟你们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皮肤就很像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没有电的时候 它最多只是能充到去100% 它充不到101 充不到102 充不到103 如果你叠加两个精华的话 你一个精华 它就已经是可以去到100%了 当你在叠加第二个精华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效果了的 你就是在浪费钱了 你就是在 杀勤老含水海 第二个 乳液和面霜 这两样东西呢 它也是同一类产品来的 所以它也是一样 不会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 乳液和面霜呢 它们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在你在最后一步护服的时候 起到一个封闭性的效果 就是把你之前所插的护品 把你锁在你的脸上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你用一个就够了 第三个 用完面膜 要不要洗脸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非常多人都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也不懂 到底要提哪一个答案才是最正确的 所以我今天也不打算跟你讲 什么牌子的面膜好 什么牌子的面膜不好 什么牌子的面膜可以用到最后 因为我觉得我讲到这些 你们也不会去信我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会用最简单 最直接了解 容易明白的一个方法 给你们知道 为什么面膜不能用到最后 为什么面膜用完一定要洗脸 你不要以为你花了几十块 几百块 或者几十块 去买一片面膜回来 然后里面那些金黄那种 粘粘粘的东西 就是金黄 其实大部分呢 都是整粘剂来的 你不要以为里面那些粘粘的东西 全部都是金黄 OK 那我分散两点给你们解释 第一点呢 我刚才有提到的 我们脸部吸收的养分呢 是有限的 有限制的 就满100% 它就不会再重生 一百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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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了 所以 不要再列带你的脸了 想象一下 如果你平时吃到很饱了 然后你妈妈还硬撑 叫你吃完那些东西 你是不是很难受 一样的道理来的 我们脸的皮肤呢 也是一样的很难受的 所以呢 到最后就会导致你生痘痘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你的包装里面可能还参与了很多精华 在里面 你就会把这些精华统统抹在你的脸上 然后抹到它干的时候 你就以为它已经吸收了 其实它不是它只是干罢了 OK 它只是干掉了 它不是吸收了 它已经吸收不到了 再来就是如果有些它吸收不到 它干不到的 因为针手剂太多了 所以它干不到 然后你还是硬硬往脸上堆 这样呢 你就会把你床上的灰尘 或者你周围的灰尘都黏在你的脸上 这样呢 你的脸呢 就会更糟糕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砸你的 就是你已经把你周围的灰尘 全部都已经黏在你的脸上了 你自己也知道吧 那东西是黏的对没有 所以它很自然而然 就是会把你身边的东西 灰尘这样子漂泊的时候 全部都黏在你的脸上 严重的话真的是 就算了 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敏感 或者暴斗的 而且呢 它会影响你后续上 护肤品的吸收的问题 再贵 再贵 几千块 几百块 几万块 几亿块的面膜都好 它只能直轮到你表面的角质层罢了 它真的是不会去到你最深层 最底部的肌肤里面的 而且如果你要以最科学的方法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只有角质层 就是最表面的角质层 是吸收到养灰尘了 里面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吸收不到东西的 所以如果那个商家跟你讲 我这款面膜真的是可以让你皮肤里面 改善你皮肤肌肤里面的问题的话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就要学聪明一点 是不能的 我们的皮肤在15分钟 细胞养分过后 就不会再吸收任何东西了 所以不要再被骗了 第四个问题 顶部的护肤 顶部的护肤 不问题呢就针对一些颈纹比较多的 很像我这样子 我的颈纹你看 很明显啊 显老的 既然我平时抹护肤肤的话 我是规模的是我的颈部的 可是相反呢 就一定会有人会 有的人会 就有的人不会了 而且还会有人特地专门去买颈部的护肤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在日常 当我们用完我们的脸部的护肤的时候 带一点去紧就好了 不需要特地去买一匹 紧部的护肤 其实是功效可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其实紧妆呢 真的给不到你任何特别的效果的 简单来讲就是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第五个 很多男生都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皮肤油就是缺水嘛 就不针对其他的问题来讲 我们就单单针对这个油皮来讲 油皮呢 其实呢最主要就是你经营的问题 并不是你后天影响到的问题 需要做的就是控油 而不是去补水 以为不管什么肤质都好 有问题会出油 就是一定是缺水要补水 所以结果就是去买一个控油的产品 最后一点 第六个 也就是最多人问我的 也是 最无言的一个就是 眼霜能不能去眼淡 那这个问题呢 我也强调过了 无数次在那个视频里面 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是重复一样的东西给你们知道 在这里呢 我要再强调多一次 眼霜去不到眼袋 去不到眼袋 OK 感觉得出了全国的美容师 眼霜的主要呢 是保湿 所以呢 它只能帮不到你淡化一点点 一点点的眼纹 跟你一点点的黑眼圈 是达不到一个完全去掉的一个效果的 对待黑眼圈呢 也就是一丢丢而已 眼霜主要针对呢 就是我们眼肘特别干 或者特别脆弱的皮肤 去达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应该呢 是结构性的问题 是去除不到的 去死心啦 所以如果你还是觉得 用护肤品能去掉你眼袋的话 但其实我可以跟你讲 就死掉那个心啦 是去不到的 去找医美更快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在这里分享结束啦 所以我今天这个总结就是要跟你们讲 护肤品呢 不是越上越多就越好的 护肤品呢 不是讲你嘛 越贵越多就是越好 那对我们的皮肤来讲呢 你上的越少越好 那记得我刚才讲的那点就是 就算你在上的再多都好 我们的皮肤呢 都是吸收不到的 那我今天这个影片就这里分享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呢 记得分享订阅和按赞 记得分享分享 订阅订阅 还有按赞 分享给一些你啦 上面的朋友就是 完全对护肤没有概念了 给他们看了这一期影片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上面也会非常感谢你 也会非常感谢我 这时候他就给你做好朋友 也会跟我做好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分享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就分享订阅和按赞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如果您已经有记性了 Х